麦当劳竟然卖米饭 你们体验过吗 今天汉哲特地从上海飞过来 美国的夏威夷十多小时的飞机 就是为了尝一尝身后麦当劳卖的米饭 跟你们换一个手上免费的小猩猩 也不过分吧 这边的麦当劳卖米饭是真的 因为这里来玩的日本人特别多 全是日本人 真的很夸张的一件事 好吧 今天早上的第一餐 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特别有特色的麦当劳 Let's go 麦当劳的盒饭 真的是两个盒饭啊 你看 这是李伯俊的鸡蛋午餐肉盒饭了 看着之寡蛋 之没有食欲啊 这个东西要卖 对吧 六刀七美金 七美金可以在PandaExpress吃了吧 应该是可以的 我这俩 咱们这俩没什么区别 我说实话真没什么区别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麦当劳点这个饭 因为看着非常没有食欲 但我们旁边那个大姐就是吃得很香 她就在吃这个盒饭 主要是 我闻一下 我这个香肠的味道闻得还真不错 你别说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酱油 我们两个来品尝一下这个东西 先吃一个原味的 先不要加这个酱油什么的事 你就这么喜欢折磨自己 先来一口大米饭 哇 这大米饭干的 我靠 这隔了两天的大米饭 这米饭太干了 哇 好干 好干 我多了没 这么干的米饭 它这个米饭不是用 叫我们那种国内的用锅蒸的 用水煮出来的 水煮出来的 所以说这么干 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 我觉得味道很香的这个火腿 我来尝一口 这个火腿还可以 午餐肉怎么说 这午餐肉就是午餐肉 午餐肉应该都这个味 我们来试一下 加点这个酱油 这酱油的量 根本撒不满这个米饭 我们尝一尝 酱油拌饭 很日式的一个吃法 哇 靠 那酱油是怎么能吃呢 酱油 咋了 因为这个米饭太硬了 这酱油容不到 这个米饭里面 你知道吧 好难吃 这个酱油是什么酱油 第一次这么难吃的酱油 这个东西放国内 你放这边送给别人 别人都不会吃 狗都不愣住 狗都不吃这个 真的是 既然在美国 你又想到一个问题 嗯 一辣了一个东西 什么 番茄酱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 我确定是这样的 你就 他既然给我买 他怎么不会白给吧 你就拉满 番茄酱拌饭 朋友们 你们吃过吗 哇 看着就好吃 哇 酸突了 好酸的番茄酱 哇 这个番茄酱放上去的时候 那个酱油 之前放的那个酱油 已经没味了 哦 没有味的 没有酱油味的 展秀的时候 麦尔老尼 我做不会做的米饭 你别做 你给别做 那这样吧 这样的东西啊 难吃至极 如果说你们来夏威夷玩 没有必要来尝试这个 没有人会尝 只有大家会尝 你放心吧 谢谢大家受苦了 等一会呢 带大家去吃点好吃的啊 这个东西我那么多天也没吃 就是在夏威夷这边褐色的美食 叫做Pokeball 走 带你去尝尝一下 OK了 朋友们啊 现在呢我们来尝试夏威夷当地的特产美食 而且呢 说是这个东西源于夏威夷 哦 海鲜拌饭 来吧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找的这家 它是在一家超市里面的 我们找的这家店啊 来到这个Pokeball的区域了 然后这边是饭团啊 还有饭啊 这些的 你看那饭有多贵 3.18 3.18确实挺贵的 21块钱一碗饭 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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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吧 哦 这个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烤肉 就是跟我摆在面前 你知道吗 然后对 对 而且他们还可以试 他现在其实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碗 然后问你 要在上面放什么 章鱼啊 扇贝啊 龙蟹 螃蟹啊 你选一个 呃 用鸡 或者用鸡 用鸡 对 对 呃 2 所以他是先拿那个盒子 给我们打饭 热的饭 嗯 热气腾腾的嘞 一来够一次吧 有没有好吃啊 还可以 哎 吃出来是鱼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吃不出来是鱼嘛 哦 好大一碗哦 哦 and also this one 你的选选择好奇怪啊 感觉不是很会吃的样子 这看着很好吃啊 他们都是金枪鱼混三文鱼的 啊 你这个是贝壳混 金枪鱼 但这个是不是金枪鱼 我都不知道 你喜欢金枪鱼 哦 呀 呃 他问你要不要再加别的料 this one 你弄了个甜蒜 哦 and also that one 看着 很不错啊 你这个啊 哦 看着很好吃 你这个好满啊 哦 yeah i go asabi 这个肯定要放一些芥末 跟所有的 哦 哦 这是固态的 固态的酱油 ok that's it 你的22块钱 and i you you choose you ok 我来一点不一样了 i want this this 要不要尝 yeah 尝一下 尝一下 这个有点咸 it's a little bit salty i think 换一个尝 一会儿你别吃饱了 哇 这个奶酪很多 但是会更辣一点 金枪鱼 虾辣的是金枪鱼 ok yes what's up 没吃饱吧 没吃饱 给我做了 我就要一点这个芥末就可以了 soyo soyo yeah yeah soyo oh oh 等会儿 刚才我的好像不是酱油 你的不是酱油 但我刚才是soy sauce 这才是soy 这才是酱油啊 对你加的不知道是啥 我加的好像像是 甜甜酱 完了 你的完蛋了 ok thank you 我们两盒 五十 五十多刀 五十刀 看一下这个值不值啊 好恐怖啊 怎么说 what's up 这感觉是不错啊 我先尝尝我的这个 兄弟们先吃啊 这个是金枪鱼 调味过的金枪鱼 我说实话 其实没有必要放这个芥末酱 它本来调过味道之后 这个味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金枪鱼是辣的 然后就跟那种现切的金枪鱼 蘸酱油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是一个喜欢吃众口的人 就这个东西在我心中已经很牛逼了 大家不要点一个这个 这个是贝壳肉 看着其实挺好吃的 我先尝尝贝壳沙 啥味吧 它是熟的 然后有点辣辣的 也是辣的 也是辣辣的 它放了辣椒了 你尝尝 但是这个肉啊 肉倒挺辣 吃的很爽 嗯 辣甜口的 对啊 还是我这个比较好吃 朋友们 整体我们再拌一拌 我的这两种的调味 两种味道的调味 我尝起来都差不多 辣辣的 咸咸的这种味道 而且这玩意儿 还有一个问题 嗯 总吃这个挺健康的还是 总吃这个算挺健康的吗 哦 这个 这不在美国算健康的了吧 对不对 真是哦 在美国人眼里 哇 这青石 朋友们 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来三文鱼的话 有机会来尝这个的话呢 其实三文鱼没有必要加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三文鱼的产地 我尝 多尝了一下这个三文鱼 其实这无普通通 反而是他的这个金苍鱼更不错一点 我们这个Pork吃完了 李伯俊说他要带我去吃 他觉得全世界 周周觉得 哦 周周 他觉得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日料 在夏威夷 竟然在夏威夷 晚上我就是去当这个流言终结者 终结周周 看一下到底怎么事啊 但是他确实在车站跟我说 哇操那个那个那辆无敌绝了 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而且他在日本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还真是日本日料我觉得不正宗 好了这个就是老李传长跟我们说他觉得非常好吃的日料店了 怎么读这个 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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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Aidakara Izakaya 真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吧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 朋友们我们现在坐进来了 就是里面却是座无虚席 除了刚刚带我们进来的服务员是个美国人之外 全是日本人 全是日本 就是所有的顾客都是日本人 真的 你看说日语 说日语 我一会儿跟他说日语 你等一下说日语 对 你必须用日语点餐 好吧 这是给你的挑战 我教你你先一句 Sumimase 然后服务员过来 よし 行 来点 Sumimase 一定要嗨 我先举手 他没看我 他啥看我的手 你怎么这么害羞 Sumimase You are ready for order 然后你开始说日语 等一下 嗨 呃 呃 Can we get a 生蚝 我第一次见生蚝上面放葱 然后这个上面红红的是啥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红色红姜 他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生蚝不一样 平时吃的生蚝就纯生的 但他这个是加了酱油 让口味更加豐富一点 你都没吃 你就在那说 猜的 来你要加柠檬 你要加柠檬的 你要加柠檬的 我尝一个啊 朋友们啊 平时我是吃生蚝 基本上就是加柠檬和那个 Tabasco 墨西哥辣酱 哈哈 嗯 哦 有一股别样的风味 我一一开始是不吃生蚝的 我一开始觉得生蚝都很腥 因为无论多新鲜的 他都会腥 我都觉得腥 但这个是 他加了这个酱 我唯一觉得是鲜的 哦 你尝一下 这个确实挺特殊的 但是这个肉确实不多 嗯 怎么样 是不是没吃过的味道 不是真的 没怎么吃过这个味道 很难去形容 就是鲜味 挺好吃的 就被你世界第一步 这个是海胆鸡蛋拌饭 是这家的招牌啊 还有松露 还有松露在里面吗 对的 哦 闻到了一些松露的味道 但是没有看到松露在哪里 很无敌 很无敌吗 然后这个是配酱油 把它倒进去 倒进去 来你自己倒 来 我是一个基本上不怎么吃海胆的人 我觉得海胆非常的喜欢 我跟你说 这一顿海胆饭 将让你从此纳入海胆大军 海胆大军 我的天哪 这个东西拌的时候有好浓好浓的这个松露的香味啊 就是你看不见松露 但是松露却在 这就是松露香精 好 你们来先吃 好 你们吃完了 我吃 我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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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不是 一丁点腥味都没有 巨香 巨奶香 它有一种奶酪的感觉 对的 咸奶酪的感觉 但是这个咸奶酪呢 就是很新鲜的 很香的 很下饭的 正常奶酪没有这么香 对 我唯一的想到跟这个东西接近的就是这个了 但是我觉得啊 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 两碗以上可能就腻了 腻了 这真腻 嗯 这个也是招牌 对 它海胆饭吃完就给你上海胆蒸蛋 海胆蒸蛋 嗯 超级香 吃到嘴巴里面有一股茶叶的味道 多少钱啊 哦 咸奶酪 for real 哦 一个蒸蛋 20刀 这一个真的20刀 嗯 那我要好好审视一下这个味道了 兄弟 来 重新再吃一口 重新再吃一口 抛开价格舞台啊 它还是很好吃的 就XX的 20刀 这个鸡蛋 20刀 我XX COSCO可以买一把袋的鸡蛋了 然后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 这是这家的也是招牌啊 顶级招牌菜 又是顶级招牌了 鹅肝 是最顶级的 里面的吞拿鱼也是最顶级的 就连里面的小米饭 都是厨师用汗手搓出来的 伙伴们先吃啊 这个 一口闷了 一口闷了 我说实话 两种最肥的东西 放到嘴巴里面 一点腻的感觉都没有 我很不想用这个词啊 但是真的是 BOOM 入口即化 你不是吃过这个吗 就好久没吃饭了 你尝尝一下 上回没敢吃多 周周花的钱 是不是 BOOM 入口即化 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哇 真是的 因为是吃的是整个油脂的香味 我觉得这道菜 就 哎 它放到你嘴巴里面 不小心 嘟 滑到你的胃里了 坐过山车一样的 这个刺身怎么说 他们家所有的刺身 都是日本当天空意过来的 所以这个辐射量还能怎么做 那我先来尝一下这个虾吧 纯生的都是生的啊 纯生的 哦 十大虾 朋友们 蘸一点这个酱油 应该是巨嫩 倒是就还好 哦 这个wasabi不辣 我喜欢吃比较辣的wasabi 那我来尝一下这个 金枪鱼 好新鲜啊 很有很有弹性 应该是它这个鸡肉的一些部分 吃这个 三文鱼 三文鱼的肚皮 肚皮 这个应该是最嫩 最油 最香的地方 我来尝一下 哦 哦 肉质是很好的 油质是很丰富的 唯一美中不足 这个酱油太咸了 少占点啊 这酱油怎么那么多 你占那么多 它肯定是 你这少点不得了 这个钓鱼呢 钓鱼吃吧 你不吃吧 我吃饱了 你吃饱了 我也吃的 有点饱了 虽然量不是很多 对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 再给我来一碗这个海胆饭 我也是可以吃得下的 现在你们可以猜一下 我们这一餐花多少钱 好吧 包含小费 等一下买单 看一下花多少钱 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账本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吃了多少钱 坃米吹 240美金儿 再加18%的小费 43道的小费 小费要不43道 一顿吃了280美金 我觉得夏威夷这个虽然饭好吃啊 我觉得我在国内应该能找到平铁 我代表每天在家尝试这个做海胆这个拌饭啊 我觉得在我吃过的日料店里面 这家店应该能排得上前三名了 就已经很好吃了这家店了 就是有点贵 那除了贵 没别的坏处 哎呀 确实 买单了 他不来 美国可以理员过我跟你说 真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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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